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开始我讲我自己的品牌之前 我想要讲一些走到这里之前的路 想要时间毕业之后呢 我想在座的毕业生应该要很感激这件事情 因为这四年的训练 让我听到音乐说的时候容易得水 那之后今天的工作呢也都很顺利 虽然这四年有没有不想要再想过一次 从那里面有真正才发现 有没有不想要做设计师 有没有想要靠我喜欢的东西 你要学到角色 你想要的一定必须要靠你的眼睛 这个打开你的眼睛这件事情呢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 还会成毕业生 可是在文明里他们学到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一种手段是 有少不能做的 但是他们开总的时候 他们就会等到这个社会里面 你怎么看待他们 或者他怎么会称起 左边的背景就是所有的 所有发展出来的角色 另外表现少的故事 因为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汉台 很多人就觉得他是住友这样 那种场景这样 因为这些混音 你们都打我身边的人 所以 来给你们讲一讲